我相信我会推介三个板块 三个板块分别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进取 和相对比较防守性高 另外就是比较中性的投资者 对于一些相对比较进取的投资者 我觉得可以留意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大型科技股在过去的三月份 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下跌 暂时就处于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正如刚才所提的 第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一个中概股退市 因为始终在美股方面的科技股 如果是下跌的话 其实对于本港科技股来说的话 你都很难有运行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始终在过去的一个月 是港股一个业绩的高峰期 市场其实也预期了一些大型科技股 在刚刚过去第四季的业绩表现 普遍都不理想 所以整个三月份或者整个第一季 就是科技股很难有一个炒作的气氛 但是现在随着科技股 业绩开始公布完之后 我想市场对于业绩的忧虑 就会有所舒缓 所以可以选择一些业绩 还是相对不错的 在说未来有一个复苏的空间的大型科技股 我自己相对比较看好的两个大型科技股 一个就是腾讯 一个就是美团 如果先说腾讯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去年业绩 就不算太理想了 增长房门度几乎没有增长 特别是去年第四季 业绩更加失色 盈利来说还录得25%的按年倒退 当然两大比较总裁区的办法 一个就是游戏业务 另一个就是广告业务 但是现在市场普遍都预期中 游戏业务方面 有机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开始出现复苏 至于广告业务 最快有机会在明年初出现复苏 所以以一个不利因素的反应上面 我想有机会都消化得七七八八 再加上腾讯近期公布了 他最新一期的回购的一个消息 我们回顾过去腾讯历年 这么多次的回购 往往回购真的会令到腾讯的股价 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暂时还是处于一个回购期之中 我相信对于短期股价来说 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支持力 第二个我看好的一个大型科网股 就是美团 美团其实业务总体上面 我觉得不是太过差的 虽然说串列的亏损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但是始终如果正是按贵来看的话 其实他第四季的亏损额 相比起前一季的话 其实已经有一个 亏损收集的局面在 还有如果以一个收入增长来说 他比起其他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特别在ATMX当中 其实他的收入增长相对来说 算比较快一点 当然了 前期市场都担心 会不会说一个外卖的收费要下降 会不会影响到武器 但是看到暂时的影响 也算是相对比较轻微一点 因为始终美团外卖业务 虽然说的收入佔比 是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或者一半 但是始终他那部分的毛利率 其实在再前年来看的话 其实都在说三点多 其实已经属于相当之低了 那你再向下减 究竟你空间有多大 我自己也觉得未必太过大 反而看过去刚刚公布的业绩 这一部分的毛利率 反而升上去4.1% 所以我觉得这份业绩 有机会成为一个美团 即未来辅值 有机会继续带来支持的 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所以刚刚所说 尽须投资者可以留意一些 大型科技股的一个反弹的契机 都可以在这里